第一也会进入一个垃圾时间 就是说你的感觉啊 就是这段婚姻好像已经走到尽头了 无法挽救 但是离婚吧 你又做不到或者又不能离 进入这个时间周期的婚姻 一般会有以下几种感觉 第一无力感 你也想改善关系 但好像之前你做了很多都是徒劳无功 你所有的方法也都是无效 所以你现在对这段关系无可奈何 没有任何办法了 第二情感疏离 两个人之间非常冷淡 无话可说 这个人好像对你来说可有可无 但是呢 你心里一想起他 你就会感觉很憋闷很无奈 也就是说冷淡不说话 把他当工具人 也不能让你轻松 反而他还是能调整你的情绪 第三习惯性麻木 习惯性攻击 对冷漠和冲突都习惯了 知道不说话不对 互相攻击也不对 知道要情绪稳定 要好好说话 要理性解决问题 但是需要沟通的时候 或者一张嘴说话 就是习惯性的去互相攻击和伤害 单纯的为了发现兴趣而发现 第四对未来的悲观 对这段婚姻的未来失去信心 非常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一天天的还得熬日子 第五 忍耐为主 不离婚更多的是为了孩子 为了怕父母接受不了 还要就是不知道离婚后 日子该怎么过 而不是因为还爱对方 所以不离婚 当婚姻进入这样的垃圾时间的时候 对夫妻俩还有孩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你会非常内耗过得很累 不光是日子过得很累 它还会全面影响到你的心态心理 还有身体健康 当然你的生活质量 也会变得非常的糟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